好,接下来我们看第22章总复习题part3的部分 从第15题开始 第15题以一个函数f定义成fx等于x减3 然后gx是什么 我可以得到gofx是等于4x平方减20x加25 所以这边我们带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fx带成x减3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卡住了 所以呢我们就设y等于x减3 x就会是等于y加3 所以如果x减3换成y 所有的x换成y加3的话 我们展开得到y平方加6 y加4加9 这个是y加3 乘进去的话就减20y减60 这个4再乘进去呢 得到4y平方加24y加9是36 负60加25先把它变成负36 过后呢4y平方造超 24y减20等于4y 36减35呢 就会得到1 然后呢 再设设计把它换成这个x 这个就是你的答案 如果你再观察细心一些 你会发现到呢 它其实是2x加1的完全移动 当然我反对你这样子保留 应该也没有问题 OK非常好 OK 再来第16题 设这个fx 分成这三段 它要你算fof取3次 有没有 取3次 负1000 所以我们先这样子来看 我们取第一次的时候 因为负1000呢 它是小于负3的 所以它就会得到负2 OK 所以第二次的时候 我们又发现到 负2了 这一回是负2了 它是在负3到3之间 所以我们就要带这个 也就是负2的绝对值 减去2乘上负2 OK 所以这个负2绝对值会得到2 这个负得正22的4 所以2加4就会等于6 6的话呢 我们就会带这一个了 大于3 所以我们就得到2乘6减1 6乘12 12减1呢 就会等于11 所以第16题的答案呢 就是这个11 所以它带3次的分别是不同的函数 分别是不同的函数 不同的那个词啦 应该是这样讲的 不同段 然后等带3次 所以这一题涉及到非常明亮 第17题 函数是A 影射到R 定义成Fx等于X2x平方 然后呢 判断当A 是下列的集合的时候 它是否为一对一的函数 所以我们晓得的是 这个函数本身 它其实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graph 对吗 对吗 所以如果我的定义 我的定义域只是0到6的话 就是这一段 它是不是一对一的 是啊 对吧 所以它应该是一对一的 因为我们只取0到6的这一段 因为我们只取0到6的这一段 它就只有一个词来对应了 好 再看一下下一个 啊 如果我只取负的这个部分 它是不是一对一啊 也是啊 只要它不要横挂正负两边呢 它其实就是一对一的 好 我们再看一下这一边 我是负一 负二到二之间 它有没有一对一啊 没有啊 因为对吧 它是多对一的情况了啊 so Zen呢 是用了啊 我们我们有点像是 我们叫什么啊 Discrete的情形 就是它只是考虑整数吧 啊 我考虑2啊 可以考虑 2 0 负一跟1 它就会发现到1跟负一呢 都对应去同样的值 啊 1跟负一的对应去同样的值 那它就不是啊 它是有多对一的情况 就不是一对一的 再来看 D的部分 我们用这样子啊 刚才的情形啊 它要大于3 也就是它就要拿这一段了 对吗 所以呢 这个呢 Suzi对一呢 也是了 这个也是 OK 我个人觉得用Graph来看是最快的 用Graph来看是最快的 只要它没有多对一的情形 计时话题来判断它是否一对一 或隐称 So 这个的Graph 我们来稍微换一下 它是一个V shape 因为它-2 它就往下推 所以它是一个这样子的Graph 但是呢 它的定义欲呢 它只取正的 它只取正的吧 但是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值欲哦 它取完所有的R 也就是说我这一段呢 是怎样空出来的 有空的话呢 它就不是隐成函数 所以这一题它是一对一 但是它不隐称 为什么 因为它这一段空了 啊 还记得啊 隐称函数是很清晰的 像这一题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我们先要看Graph嘛 我放Graph出来的话 呃 先做常数法 其实有几种做法的啦 其实有几种做法的啦 一个是最简单是常数法 因为我们全都吹过了 再不然你就做个-2加2 对不对 X选2 所以X选2就会等于1 所以后面呢 就是剩下这个X-2分子2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刚才讲的 用常数法来把它换成这个 我们叫做代分式 当你的X 你的这个分子 X的系数 大 大于或等于分母的话 你其实可以做这个处理 我们这个叫加分式 加分式的话 可以这样子来处理 把它变成代分式 所以如果我换成代分式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到 这个图讲话 它是 呃 X分之1 乘以2 在以上一格 在以左 在以右两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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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它的Graph大概是这样 会不会过这个点 我也不晓得 我也要小心点 所以 X等于零 它的确是零 所以它是 确是过这个点 有这么巧 让我给我发到 啊 ok so 没问题 没问题 so 这边它是 把2给去掉 定义欲把2给去掉 这个值欲把1给去掉 所以它就会变成了一对一 它又是隐成啊 基本上它是所有的 都有对应 所以这个呢 是只要把 定义欲把2去掉 值欲把1 对应欲把1给去掉 那它就是所有的值欲 ok 非常好 alright 这个Graph 这个是绝对值X 如果我的定义欲是所有的R的话 它就会有多对比的情况 所以它肯定就不是一对一了 它是多对一 问题是如果我的 我的这个值 它是取正的值 再包括0的话 就是只取这一段 请问我有没有空出来 有没有空出来 对不对 我的值欲呢 就是所有的值都有的 所以这个呢 是隐成干数 因为它对应欲没有空 对应欲没有空 它就是隐成干数 ok 但是它因为它都对应 所以要怎样变成一一隐成呢 它只要把这个R 也定义去 同样只有positive的话 那它就是一一隐成 这样子的情形 ok ok 再来看第十九集了 第十九集 a对应去b 然后呢 是写成这个 求f-1的函数 所以这种情形啊 如果它有带值的话呢 我们直接就把它设成x了 所以也就是说fx等于负2的情形 对不对 负1拉过去 fx等于负1的情形 x-3 所以 2x加1等于负2 对吧 我们沉进去 沉过去对面 就会得到 负4x-2 这个拉过来 5x 这个拉过去 3-2等于1 x就会是等于5分之1 ok 所以这集a的答案 就这样子 b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情形 如果是称x 当然如果你讲说 三个小题都是你做的话呢 你去先找反韩式出来 再带带带带带 也是可能会更快的 所以这边我就没有了 我就一个一个来做 fx等于0 所以我们的 x-3除以2x加1等于0的情形 x就会是等于3 基本上这个成功区都会等于0 x-3等于0 x就会等于3 这题直接就等于3 再来我们看一下指挥啦 指挥也是先去找反韩数 我们看一下它找反韩数的前提 y-3除以2y加1 乘过去2xy加x 有y的放一边 这个拉过来 这个拉过去加3 抽y出来是1-2x 拉下来变分5 这个就是它的反韩数 反韩数呢 再带3 3加3除以2 1-2乘3 所以分5会得到负负 分子会得到6 所以是负负的6 非常好 ok 好 就这样 非常好 第二实题 是正的影射区正的 然后呢这个graph 当然你知道这个graph 它其实是x加1的完全平方 对吧 对吧 x加1的完全平方 所以 它是怎样的一个graph 它是x平方 里面加1往左移 对吧 但是它是只是定义正的部分 定义正的部分 这个是影尘函数吗 好像不是影尘 这边通掉了 它定义正的部分 它情形有点奇怪 应该是没有反韩数吧 我现在定错了啦 我不管它这么多 所以这个情形 那个反韩数 这样好像卡住了 当你没有发现到它是x加 y加1的完全平方的话呢 你就会卡 所以这一题正确来讲呢 你要把它变成y加1的平方 好 这样子 然后呢 两边开根号 它就会得到根号x 因为它是正的 所以我们就没有放正负了 情形 后后呢就是x-1 所以这个呢 才是它的反韩数 所以我们的f1 x 是等于根号x-1 根号x-1 所以f4的话 4开根号是2 2-1 是1 然后 9的话呢 9开根号是3 3-1 是2 这其实是1和2 这就是 不是很难的 当然这个其实还要再起好一点 不然的话是没有反韩数的 ok 当然它这次4跟9 有定义大的 第二次议题 f4等于x-2 加1 反韩数 哦 要找不去 哇 这个有反韩数 所以这集应该是要先找反韩数 这集有少许难度 所以我们先f1 带给x的情形 y除以2 加1 等于x 先-1 再乘以2 先 我做慢点啊 -1 再乘以2 是2x-2 so 它的f-1 x哦 4等于2x-2 ok 如果我是f-1 带进来就是2x-2的话 这个2x-2 如果设成y 如果设成y 那我的x是这个完全做的工作咯 也就是说我是 这个我最多可以通分y加2除以2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y加2除以2 的完全平方 再减去8乘上y加2除以2 再加上7的话 224嘛 对跟这个4月掉呢 我只需要展开y加2的完全平方 就会觉得前平方加两个前称后加5 这个是可以月点针辨识 就是负4乘进去呢 就得到负4y-8 对吧 再加7 所以4y-4y去掉 我们就有y平方 4加7是等于11 11再减8呢 就等于加3 所以我们的区域x的这个函数啊 是x平方加3 ok 没问题 再来第二次二题 fx4等于3 x平方加5 x加9 x要小于等于a a的最大值 使得f的反函数是存在的 x小于a 所以这一个其实反函数很简单啊 我们反函数啊 不可以是多对异 所以这个是多对异的情况 对吧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 我稍微的用graph来解释就好了 所以如果我的是这样子的一个graph 我小于这个值可以 我小于这个值也可以 小于这个值也可以 最我的a 就是说我小于什么值是最 这个a可以最大的话呢 就是它的最低点 我的a最大可以是那个最低点的一个一个最小的值的位置 就是那个反函数有存在 我再有稍微过去一点呢 我就会有多对异的情况 我一多对异的话呢 我就没有反函数了 这样子可以理解 所以在这一题来讲啊 这个简单 你知道概念的话呢 这一题非常简单 我们做那个 配方法 对吧再加中间一半的平方 中间一半是六分之五啊 六分之五的平方 六分之五的平方 我们就是直接展开三十六分之二十五了啊 ok 就这样子 再加9 所以我们前面呢 就会得到x加六分之五的完全平方 乘进来越减是负十二分之 负十二分之二十五再加9 我们稍微的再按计算计一下 接触一点计算计 当然这个其实不重要 重要吗 刚才我们讲了 我只需要知道它的x值是多少 我就 我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a最大的值其实就是负六分之五 对吧 可能后面其实不重要 对不对 so我配方法还是做完 其实我就已经知道答案了 a的最大值是负六分之五 ok 所以这个我需要做下去了 好 第二十三题 是函数f和g 它的定义是fx等于5x加3 gx等于2x减7 sofog的话 我们gx先带进来 再带进去这个5x加3的位置 展开 就会得到520x 7535-35加3等于-32 所以10x-32 非常正确 fx的法函数 对啊 这个法函数 你会算到的是 这边法函数是 y加32再除以10 所以就是x加32除以10 所以我做快点心算一下 然后呢 你会发现到这个法函数 算出来跟它的这个值是一样的 ok 所以这个非常辛苦的 你去学习上g-e 再算f-e 然后呢 再带进去呢 你会发现到又会跟这个一样 这个我就不看那个步骤了 所以只要你这两个一样的 应该是有问题的 ok 你现在也是做同样的东西 fog 我看一下啊 第24题A 它比较复杂一点 它的fog哦 因为它是另外一个函数了 fog 先放g进来 3-x除以2x加5 再带进去这一边是2乘整多东西 再加3 它的2乘进去呢 等于6-2x 再通分的话呢 就会3-2-6x加3-515 哦 那它的x是6x-2x-4x 15加6等于21 所以分模式2x加5 这个很清楚 呃 寻力啊 我看一下 寻力啊 你最好的是写一下那个x不可以是什么字 所以这个字 我不晓得老师会不会扣这个分数了 不过有一些严厉的老师的确是会抓的 因为你自己要知道说 分模不能等于0 这个呢 不是所有行都符合的 它的x不可以等于什么呢 2x加5不能等于0 2 x不可以等于负2分之 啊 还有负 有负 啊 有负 OK OK 所以大致上是这样子了 这个是正确的 f的反函数 f的反函数 简单 减 减3再除以2 减3再除以2 不可以等于3啊 可以 这个x不再分5就没问题啊 这个其实不用写任何的条件啊 2分之 x减3 但是 g-1x呢 我看看啊 这个有点复杂 乘过去 2xy加5x 有y的放一边 这个拉过去 这个拉过来 再抽负x 拉过去 你要5负过来 呃 你负在前面啊 有没有啊 我们负成进去呢 你只要钱或对价就可以了 之后呢 那个条件是 可以等于这个负2分之1 啊 啊 然后呢 要验证我们不验证啊 啊 这个我不验证啊 好不好 这个我跟头懒跳跳 啊 OK 应该是一样的啊 所以我已经不做了 哦 你原本要做这啊 开了一眼 不做了啊 啊 这个不用说了 不用理他 OK 好 再来看第25了 可以看一下25 ok 来25 25是看0的 没做到 我们来看一下 g-x g-o-x so a的话 我们的 g-o-f f是 根号x 所以再放立方根嘛 所以是x立方根x 应该是这样的 哦 这个很简单 不难 b的话 反函数 就会得到x平方 对吗 y等于根号x 根号y等于x y就会等于x平方 这个非常简单 过后呢 g的话 反函数就会是开立方根 对不对 c就是开立方根 ok 就这些都蛮简单的 都一定不可以做到的 d的话呢 这个要找反函数 这个是二分之三的次方 就会变成三分之二次方 所以它会有 这样子倒转的情形 也就是说立方跟x平方 这一边的话呢 我们先带这个x平方 对吧 先带x平方 带带g负1 然后g负1是这个嘛 就放立方根在这边 x平方 所以这个就明显 这个很容易嘛 因为全部一步做到 一步做到 然后呢就很明显 这两个是一样的 哎 喂 这什么会这样呢 一样吗 是一样哦 但是这个是 我觉得是碰巧一样而已啦 因为理论上来讲 gof跟f gof的负义 应该是跟f负义 g负义 才会相同 但是因为这个 因为两个函数都是 取次方的情况 所以变成了 它好像有点少许的 有一种交换率的情况 所以这个情形 因为两个都是取次方 罢了 所以它的情形哦 你对调的话 它也是一样的 所以变成了它的负义 g负义 f负义 是跟f负义 g负义 会相同 所以为什么这么 臭巧的两个会 不一样 OK 再来判定25题 以致函数 x是2 乘根号 2乘根号 x-4 再加3 请问它持续是多少 这个我们稍微的画图一下 应该就可以看出来的吧 对吧 so 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图 它是根号x 里面 呃 乘2 就变高 过后呢 里面减4 就往右移4个 对不对 往右移4个 再往上移3个 所以这个是4 3 然后从这边 过去 OK 4 3 所以它的值域 应该是 3 到无限大了 3 以上 对不对 3以上 所以它反函数的话 反函数我们可以去调一下 就变成了 2 根号y-4 加3 等于x 所以我变成x-3 再除以2 等于根号y-4 再取平方 对 再取平方 就是四分之x-3的完全平方 再加上4 再加4 加4 加4的话 你可以通分 就是加16 大概是这样清晰 所以大概是加5 呃 它后面给的答案呢 是好像感觉上有展开 前平方减2个前称后 再加后平方是加9 加9加16就等于加9 所以它后面给的是这个 过后呢 在同一个坐标器呢 要把那个 画出来 so 这个是 这样子的情形 呃 然后 很懒 很懒 呃 但是3 就会变成 3 4 3 4 然后呢 这边 我觉得 我不晓得有没有 看了 在个硅房那边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 应该不要把 OK 现在我们就 大概大概就不安 刚刚 大概是这样子 大概是这样子 就不安 不安 就不安 看到 蜡 蜡